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再次跟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的GN如来连线 GN如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今天有什么样重要的社会运动的消息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次要来分享的是在11月底的时候很热闹 有很多场游行 那大家可能会比较漏看到一个消息 其实有近300多位身心障碍者上街来争取他们的权益 那这次他们的诉求的主题呢 对你我来说都非常的基本 他们的诉求是资讯与文化平权 也就是可以想要好好看电视 好好看一本书而已 那他们首先是在台北车站来集合 沿路来经过南洋街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普席街 高涵呢也是身心障碍者 要有补习跟受教育的权利 你应该很难想象 我们走进补习班 只要走进去就是可以报名上课 那可能很多身心障碍者 受限于自己的一个 比如说像轮椅族朋友 他们是很难进去补习班受教育等等 那他们接下来呢 主要是前往文化部 以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那希望这两个部门呢 在艺文场馆 以及国家政策的一些宣传品 或书籍 以及电视 网路 这些环境等等 应该要做到 让各种障别的身心障碍朋友 都能够无障碍的使用 轻松可以容易读的人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文化的生活 刚刚特别提到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觉得 好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其实对身心障碍者 其实他常常是一个更多的麻烦 特别是刚刚提到说 补习班好像去进去是很正常 但是他是不是有无障碍设施 他是不是有所谓的辅助的 这种所谓的教具 或者是一些包括视讯 或者是所谓的一个 听障的这种所谓的相关的 这种所谓设备 其实我想在台湾大部分 补习班应该都是没有的 那刚娟瑟有特别提到说 他们到了文化部到NCC 去诉求去澄请 那他们到文化部 有什么样的诉求 有采取什么样行动吗 他们前往文化部的时候 这个声障团体的代表 他们就举起了一个牌子 那这个牌子很有趣 这个牌子就是文化部 讲龙印台写的一本书 野火及外籍的封面 很有趣 声障朋友说 这本书也没有提供电子党 跟有声书 所以呢 龙部长写的书 再好看呢 这些视障朋友们也是看不到 那他们当天的行动呢 就是把许多政府的一些文化宣传品 或是一些书籍往前丢 那你想象 视障朋友是看不到的 前面一排都是记者 那所以有很多记者朋友 是拍到这个视障朋友 把书砸向镜头的画面 因为根本看不到是谁 所以你会觉得很有趣 所以你也有被砸到吗 我有被查到 所以公开这段画面 OK 那这个其实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诉求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部 但是文化部长自己写的书 其实它还是一个传统纸本的概念 他并没有去考虑到 这个身心障碍者 他们在这个阅读上面 资讯上面的需求 那到了文化部之后 他们采取了这样的一些行动 我不晓得在文化部的官员呢 他们是怎么去回应这些身上朋友的诉求呢 当天是文化部的主任秘书肖宗黄 来出面回应 那么他就说到文化部呢 其实进来呢 有做到的就是制作一些文化展演的场馆的简合表 你就想像是一张表 那交给各个场馆自己去打勾 来看哪一项有做到哪一项没有做到 他的文化部是采取要求大家自己来改善 那么提到这个历史古迹的部分 很多身上朋友是想要去参观历史古迹 可是也很难进去哦 那这个古迹的部分呢 文化部就回应说 因为碍于这个建筑法规 为了保存这些历史古迹的原貌 很难有大幅改善无障碍设施的部分 可是说到这里 身心障碍的朋友现场就是群情激愤 而且非常愤愤不平的大喊说 德国日本都能做到了 为什么台湾政府还在推脱呢 尤其是他们还提到说文化部 你们知道你们自己的身心障碍厕所也是有问题的吗 而且他们身心障碍厕所还在使用残障厕所的名称 甚至那个厕所前面是还有门槛 那空间也很小哦 那文化部对这个回应居然是说 因为这边是租用的大楼嘛 那等到我们之后搬到新办公室 就会有无障碍厕所哦 身上朋友现场都是非常的愤怒 他们说等政府改善无障碍空间 已经等了二三十年了 那连最基本的无障碍厕所 都问题从从就觉得 还能希望政府什么这样子 其实这些听起来都是所谓的推脱支持哦 就先不管其他国家 他们在所谓的骨迹维护上面 他们怎么样去考虑到这个 一方面考虑到骨迹维护 以及身心障碍者的权利哦 那刚刚也提到说文化部内部的厕所 也没有这种所谓的无障碍的设施哦 那这其实不需要更动任何的 这个所谓的建筑的主体结构 他只要去加一个斜坡 那其实在外面也有非常好的这种所谓的 专门在制作这种斜坡的这个斜板哦 这样一个公司 其实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哦 那刚刚是谈到去到了文化部 那到除了到文化部之外 他们还到了NCC NCC其实我想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讲 是一个更重要的机构 特别是很多人他需要看电视听广播 那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们到了NCC的诉求又是什么 身心障碍者朋友呢 针对这个无法好好看电视哦 希望像听障者他们要求要有手语翻译 以及逐字的字幕 那现在你可以想像我们看到这个电视 可能很多跑马灯 但是主播在讲什么 就是跟那个跑马灯可能是图文不符的 那主播讲一回事 那跑马灯是另外一回事哦 那现在的这个传媒的状态是让这些身心障碍朋友 无法好好地接受传媒的资讯 而且有很多很重要的讯息 比如说像一些传染病的讯息等等 如果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接受不到该怎么办哦 那当天出面回应的这个官员是NCC的专门委员季孝正哦 那他回答呢 他说他们知道国外呢有这个隐藏式字幕式行之有年啦 但是台湾这边呢还是电视机的硬体的问题 牵涉到厂商 所以他们也很难做到什么 那在频道部分呢 他们能做到的就是只有跟五家公共的无线电视频道来沟通 禁止于沟通 他说不过也是蛮困难的 也是会努力 那他们NCC这边呢 他们自己说目标就是有一天会达成 让现场的那个身心障碍朋友也是非常的生气 他说到底哪一天才做得到哦 因此身上团体表示说往后不排除 对公布你们有更激烈的抗争行动 嗯 其实在现在的这个技术上 恐怕都不是太难哦 其实这种隐藏式的字幕 或者是说在很多的电视都已经有所谓的双语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其实他只要透过这个切换了 在硬体的部分 我想这不是太大的问题哦 那其实在过去台湾的公共电视也曾经做过了一部 这个连续剧哦 是所谓的国父传 孙文传哦 那那个那个做法其实也蛮好玩 他其实就是在当时哦 把这个呃这种所谓的动作的部分 例如说呃今天对话大概这个听上的呃 诗上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可是呢对话我们基本上来讲是看不到 他怎么办呢 他就是会在这个对话的时候 你只要去切到这个所谓的附声道 他就会有什么 他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动作的描述的这些相关的旁败哦 所以其实在台湾也早已经有过这样一个部分了 那或许对NCC而言要所有的电视台去做这件事情 也许是有点困难 可是公共电视他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政府也应该要去提拨预算 办公共电视来提供这些最基本的服务哦 那我们也知道这其实不是声障的朋友 第一次上街头游行对吗 对去年呃其实在今年10月中的时候 很多声障团体就已经发起了一个自立生活大游行 为什么呢是因为现行有一个制度叫做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事办计划 这个事办计划是很好 可以就是由政府造集一些助理人员来帮助身心障碍者的一个行动 可是执行上呢对声障者的帮助却很有限 原因是这些助理人员的时数可能有限 可能一天只能拨给你几个小时 那其实身障的需要的可能是有24小时或是比较长时间的哦 那他们呢当天游行到这个卫福部中央大楼 来递交陈情书 可是官员呢也出面沟通也是没有什么回应 所以因为没有很满意的回应哦 所以轮椅族的朋友呢开始来阻碍这个徐州路上的交通 有点是占领道路的概念 那他们也阻挡公车前进 呃而且我们也知道很多公车的低底盘设计也是有问题的哦 所以呢他们甚至呢还首页到凌晨是相当的辛苦 嗯其实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也帮我们记录了这一段非常重要的画面哦 那除了在这个今年10月有这个呃为了这个所谓的包括交通方便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种所谓的抗议游行之外呃 我记得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在去年10月 10月份也拍摄了这个有关于这个所谓教育平权的相关游行的活动吗 对今年呢是资讯与文化平权 其实去年也有提到去年11月这些呃 呃千丈权益习动联盟也有上街 主题是教育平权我们也很也很难想象 我们平常上课的时候有很多问题都是对于这些身心障碍学生有非常大的阻碍哦 尤其是像你教呃呃呃龙学生你你的特教老师是不会手语的那龙学生到底怎么听得懂上课呢 这些疑问这些早就在教育场域存在许久跟我们现在的这些传媒传媒环境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政府改进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慢就是归宿的速度 直到今年呢还是一模一样没有改变 嗯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诉求的本身哦 我们看从去年开始或者其实长期以来 这个身上的朋友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诉求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政府不管是在卫福单位或是文化传媒的单位 对这样一种诉求包括教育单位也是一样对这些诉求基本上来讲 我们会认为是一种充耳不闻啊即使有一些改进就像刚刚娟儒所提到的是一个非常归宿的这种情况哦 是不是请娟儒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资讯文化平权的这些相关的游行当中呃身上朋友的最主要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这些最基本的诉求呢其实像符合听障朋友的需求的话是需要有这个手语的教学以及手语的翻译哦 那还有像在媒体上面有隐藏式的逐字的字幕哦而不是只有这个大概的这个呃就是简要的简数 那还有像符合视障朋友的需求就是将书籍电子档化或者是有声书做成有声书 那这影像的部分因为视障朋友看不到嘛所以希望可以呃可以录制口述影像刚刚管老师也有提到了 那另外还有像行动不变者的这些设施呢也是相当缺乏 那就有轮椅族的朋友说呢出门搭公车就像千乐透一样 如果遇到了好的司机愿意呢使用升降板让你就是上下公车那一整天都会很开心 可是如果被这个司机嫌麻烦呢就是啊我直接把你抬上去好了啦 这样子呢是对这个轮椅族朋友是很危险而且也不被尊重的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议题哦 就像刚刚娟如谈到的这个例子哦就是升降朋友说出门搭公车就像是做做做 用乐透一样哦所有的这种所谓的公共服务所有的这些所谓相关的这种所谓的卫福的部分 他绝对不是一种随机式的或者是一个单纯的这种补助式的哦 他应该是一个更全面性的从制度上面来进行改变 来做这一种所谓的更好的规划哦 那我想这个是升降朋友上届的这个要求 可是我们也必须想到一件事情 这些问题绝对不是只有在升降的朋友才会发生 我们所有的老弱伤残甚至孕妇他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跟身上朋友一起来争取权益呢 他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自己争取这样的一个权益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娟如 谢谢公库的娟如来跟我们一起连线 我们下礼拜再跟娟如 跟公民行动营进入资料库再来连线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拜拜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谢谢 到底这个烂摊子何时才能了结啊 这根本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独立在线 给你不一样的新闻抱抱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欢迎收听灿烂时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这里是独立在线 首先我们来关心反多元陈家草案 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 9月中在立法院开记者会 宣布开始联署反对同性婚姻 及多元陈家草案 11月30号 版多元陈家的团体 组成下一代幸福联盟 在凯达格兰大道前 举行为下一代幸福站出来活动 捍卫其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的婚姻加价值 过程中支持法案的同志团体 要进入场内参与活动 就马上遭到纠察队以人墙拦阻 限制同志不得进入活动场地 表达意见 同时 台湾办理权益推动联盟 则在立法院前举办公民论坛 并召开记者会指控 下一代幸福联盟 不该以宗教之名抹黑同志 接下来是身障者资讯平权相关抗议事件 一直以来与身心障碍者密切相关的各种辅助设施 在政府部门的分工中事权分散推动不力 对于身心障碍者能平等的生活有重大的影响 今年11月30日身障者再度走上街头 以文化平权为主题 将诉求对象转向文化部与NCC 当天约有500名听障事障之障其他障别与身援者 从台北车站出发 经过文化部再转向NCC 要求电视电影展览场所古迹等增设无障碍设施 而文化部与NCC都表示 虽然赞同他们的诉求 但是由于经费技术以及官僚系统分工等问题 短期内没有办法提出改善的旗程 面对官方的态度 发起游行的牵账权益行动联盟等团体表示 如果看不到具体的改善 下一次将会直接到NCC演示 最后是陆竹新园农场相关抗议事件 经过半年多的诉讼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2月3号针对陆竹居民 要求设效高雄市政府 对新园农场土地分区的使用变更 判决驳回居民的请求 陆竹新园农场属于台塘的国有地 释出给基因机械钢材等工厂 居民担心其中电镀酸锡等制程 将造成仅邻新园农场300公顷的特定农业区 遭到污染 新园农场环境自救会总干事许东元表示 草商规避环平法的规定 60公顷高污染的工业区开发 居然不需要经过环平 造成毁农灭农的结果 居民一定还会再上诉 以上新闻是由陈怡秀编辑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